陆寒,又称小陆陆跑子,在跑男中表现出色,已经成为跑男圈粉的一大亮点。 小陆是跑男团中年纪较小的一位,是十足的90后,与跑男团其他成员有年龄差距,因此在在加入跑男团时,就有粉丝担心,小陆这样的瘦小身材能否经得住折腾。 而小陆的回答直接亮出了杀手锏,跑男,最重要的当然是跑,各种游戏各种撕名牌,各种奔跑,当然需要的是十足的体力和耐力。 小陆在确定加入跑男时,在跑男第三季新闻发布会面对记者的提问,就说过,加入跑男没有压力,我可是个有点意思的人。 当被问及体能是否能行时,小陆表示,这个不用担心,我经常踢足球,体能就是我的杀手锏,霸气十足。 据悉,小陆会踢足球已经成为圈内人士,粉丝众所周知的事情。 小陆不仅酷爱足球,而且足球水平相当不错。 足球专业人士曾当面点赞小陆,足球水平可谓是业余中的顶尖水平。 别看小陆工作忙,以为踢球的时间少,小陆可谓是个夜猫子,经常晚上踢足球,所以体能根本不在话下。 从跑男团的所有成员来看,小陆的年龄最小,体能上最占优势。 小陆也自信说过,我跟他们比,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和体重。 毕竟我才二十来岁,他们比我老多了。 而作为跑男队队长的邓超也当场证实过。 别以为90后没有杀伤力、战斗力。 小陆不仅跑男团的颜值担当,还是个运动健将,是个私名牌的能手。 我们都被小陆秒杀过的。 从跑男第三季到第五季,小陆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。 获得了傻袍子、陆袍子、高速攻陆的称号。 这是他的个人优势所在而成就的。 小陆体能好的表现之一就是奔跑向一阵风式的。 走到哪里,陆旋风就会随时刮起。 特别是每次需要奔跑类的游戏和私名牌大战。 小陆跑起来根本停不下来,几乎没有能够追上他。 而最悲剧的就是摄影师了。 每次小陆奔跑,摄影师还要拿着摄像机在后面跟着跑。 要追上小陆根本不是可能的事。 所以,跑男团的摄影师现在一看到小陆就害怕。 甚至根本就不去追了,追也追不上。 只有等小陆停下来,才能去捕捉小陆的特别镜头。 真是害苦了摄影师。